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神游音的号 今夜失败秀 周末来看秀 有没有发现今天怪怪的啊 今天没有小天使耶 哇 我觉得太不美好了 没有小天使在旁边 其实还是觉得有点寂寞的 好 今夜失败秀呢 今天呢 我们要欢迎呢 我们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她们都是熊师里面 我们非常具有专长的 我们的运动女生们 好 现场的来宾 让我们欢迎 我们现场三位女生 我们的Mini Paris跟小滴 掌声鼓励 嗨 大家好 三个人感觉都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你们有发觉 但是今天完全是一个 三娘叫子的状态 从那三个人外表 应该看不太出来 她们做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三位穿这样子 我觉得只有小滴 比较独特一点点 三位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 擅长的运动好了 来 那个Paris 我都已经穿成这样子的 你还看不出来吗 小滴有点眼盲 请稍微解释一下 我只看到雪山两个字啊 雪山就是登山嘛 所以我是属于登山的那个部分 所以平常就是以爬山为乐 对啊 这是你擅长的部分 抒压的一个工作 真的 超强大的 我基本上是窝在家里的 我爬了只有枕头山而已 那Paris本来的工作是什么 本来的工作其实是在 之前是派出上海 是 然后做一些会展啊 会讲啊 然后票务相关的事情 哇 票务的人 但是现在很斜杠 就是到了商品部 哇 OK 所以商品部的人 现在其实还有票务的 以前的主管 竟然就是我们的登山高手 那小滴呢 好 那就是小滴这边呢 看我的穿着就知道 就应该就是骑单车了啦 那就是 小滴现在 其实本来在山 就是假日都是在山上 然后都是在骑车 那现在也是遇到就是疫情 那也是斜杠人士 所以就是骑到山上 每个假日都骑到山上 就是假日基本上 只要到山上 都是大概八成 都是可以看得到我本人 今天整集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眼神 都非常的真大的双眼 因为 她们都是在做一些 我假日完全不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小滴 其实是我们的单车的女神 很厉害 你看她一身的近装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慢慢聊她 来 那旁边呢 我们的米莉呢 嗨 我是米莉 那我今天穿的其实也很明显 对 这么近应该是看得到吧 就是这个马拉松 还是说英文程度没有办法 没有那么好 稍微解释一下这些衣服的重要性 好 其实这个是柏林马拉松的衣服 那因为 对 因为本人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 但就是脚很勤 对 就是什么人就是脚勤 整叉人就是脚勤的状态 所以我就是还蛮喜欢跑马拉松的 然后我自己也因为在公司 我本来是做行销的工作 然后我的部门有在做海外的马拉松旅游 那后来做一做以后我自己又领队执照 所以我自己也就带马拉松的团 对 那一带就是带上银 所以我后来就是开始去跑海外的各大马拉松 还有台湾的赛事都有 大家知道现在就是一个真的是 因为防疫优先嘛 然后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是 有益身体健康 我想问问三位 到底是怎么样跳到这个环境里面 像刚才米莉有讲过 他本来有设计这个团 然后看到大家在跑 然后自己又是领队就跳下去了 那投入这个东西的初心跟过程 跟怎么燃烧这个热情能不能聊聊 来 我们从Paris开始 其实我有点肤浅 其实我是为爱而走 就是为爱迫降的感觉 对 其实是为爱而走 就是因为自己的另外一半 就是都会从事像这样子的活动 包含潜水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就为了他然后撩下去的一个概念 那没想到就是撩下去之后 发现自己原来很喜欢 所以就是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到现在这样 那这样时间大概有几年了 至少有七八年了 哇 那真的是玩家了 对对对 那小滴呢 好 那小滴的话就是 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单车的速度 那和那个我的另外一半完全没有关系 对 真的没有关系 那一开始是喜欢就是那个公路车的速度 发现说 这样跟U-bike不一样啊 竟然这么快 好 然后不是之前就有人说 就是去一个旅游地方啊 那其实开车会不会觉得太快 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办法去 但没办法深入的去 因为可能不方便停车嘛 那就是跑步 好 就打到比例的跑步了 跑步可能又有点慢 那我自己本身有点跑步 不会慢啊 就是跑步 我是说跑步的速度可能比较起单车 可能就 因为有时候跑步跑半码 可能就最快 那个速度感就不一样 对 可能就会一个多小时 我们骑着一下就到了 有没有 不会太快吗 对 所以就是 我当下会觉得说 跑步就是刚刚 就是跑步就是比较慢嘛 那骑车其实就是刚刚好 有这种感觉啦 那也是因为这一切关系 所以后来就是继续keep going下去 就很爱就是单车的那种氛围 那家里也很喜欢跟朋友一起去买车 所以这样投入有几年了 目前的车围大概是五年左右 快六年了 大家都很直升 那米丽呢 跑步跑多久了 我跑步的话大概也是六七年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的原因也还蛮瞎的 就是我一开始是因为我跟朋友赌气 我想要去抽签东京马拉松 对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东京马拉松它是全世界的六大赛次 六大赛次之一 那因为听说它不好抽 然后尤其是你如果是外国人身份的话 你的中签几率又更低 真的超低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跟一群人一起报名 然后后来就我真的中签了 然后一直到我收到中签那一刻 我才想说我真的要跑马拉松 老娘跟你踢了 老娘跟你踢了 是全马 还没有什么半马 是全马 是42多公里 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练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 八月的时候收到中签通知 然后我八月开始 几月要跑 隔年的二月 我看只有半年的训练期 对 半年 其实半年对一个就是 脚没有那么勤的人来说 就没有特别在训练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 就是很短的时间 马拉松是42.5对不对 42.195 42.195公里 基本上你走400多公尺 我觉得很累 40多公里 对 而且在那之前我是完全没有 我真的是只是堵一口气 但是我当初也想说 哎呦 那就放弃就不要去 但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就是说 东京马拉松 如果你中签 但是你就是爽约 没有去参加的话 你一辈子都不会中 对 这是有点像日本人个性 没有啊 就是 这第几次抽到啊 第一次抽得中 这个也是第一次 就唯一的一次 好棒啊 其实我抽了三年 你也有跑过 我抽了三年 没有 我都没抽中啊 就是超难抽的啊 好 那我们知道 大家投入这个活动 都是从素人开始 其实我觉得 参与不管是登山啊 还有骑车啊 还有跑步这样的活动 都需要闯过很多关卡 自我的激励啊 然后自我的提升 然后到了一定的界限的时候 还需要再去提升上去 其实我觉得 参与这些活动 坚持的元素是很重要的 我们想来调聊一下 其实那你们参与的过程当中 除了激励自己 提升自己之外 有没有挑战过什么 很special的东西 例如说 我曾经经过某市场什么 什么叫一日双塔 对不对 那个东西 那我们从小丽开始好了 来 小丽 告诉我们 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 挑战经验 我这里有就是参加过一个就是 它叫做南回 所以它沿着就是 沿着我们就是 新店那边 然后骑到花莲 然后再骑到台东 那为了就是 我刚才讲南回 我还以为说真的就去台东骑 没有 注意哦 是从台北的新店就骑下去 新店集合 然后终点是在台东 那所以我们是整个 把整个南回公司 整个都是骑 就是整个 骑西部这样下去 到高雄再到台东 而且南回很危险 对不对 蛮危险的 拿回很危险 那这样完成要多久 其实它就是花两天的时间 我就是要把它骑完 这样子 就还蛮 当下事实上 我们会 我会参加主主要也是 因为她 她就是她的理念蛮好 她是要建一个就是医院 到现在还没有建出来 奇怪 就是到底要等多久 奇怪 我那个费用 而且那费用还蛮贵的 是 对就是 对就是有点不符合餐里的贵 可是当下是觉得说 为了医院 我们就是要努力 那希望赶快建下来 就是赶快把医院盖起来 不过后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对 后来顺利完成 那我觉得会让我 当下觉得很 很难忘的原因是 当时我在参加那个赛事的时候 车龄还不超过两年 对那其实 角力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么厉害的情况下 我就去参加 那让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我真的是用生命在骑 真的 浪金的时候的力量 那每次都一直 人是一个新生 才不到两年的车龄 就去骑 挑战一个 可能很难的一个里程碑 对对我 也当下觉得很难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我觉得印象深刻 对那沿途 你说有什么风景吗 也都忘了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快死了 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那我觉得还蛮棒的是 最后到终点 真的是有落泪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 真的完成了一个不一样的 不可能的任务的感觉 真的让人家自己非常感动 那比例呢 嗯 其实我觉得会令人印象深刻的 真的是通常跟生命有关系 因为我其实跟小滴很像 就是我 好不容易挑战到生命 哦 会哦 很生命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 最难忘的经验是在去年而已 就去年的柏林马拉松 因为其实我带柏林马拉松 已经不是第一次 是 但去年会觉得这么难忘 是因为刚好去年的天气 就非常的天工 天工不作美 然后 就下雨啊 就太热了 风雨交加 对风雨交加 然后非常的冷 很大的考验 对而且其实在跑之前 就已经觉得非常冷 然后开始下雨 那我们一直觉得说 柏林的天气 其实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会逐渐放晴 尤其你大概要跑四五个小时 但是其实越跑是雨越大 然后越来越冷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的 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一路上一直觉得太冷 然后一直觉得 体温一直流失 对对对 一直觉得非常的受到打击 体能体温都一直在流失 对但是加上自己又是领队的身份 所以我也不能在那边路边休息 还是在那边取暖 你对不能装哭的你知道吗 对 你对真的压力很大 你不能比团圆太晚回到终点 最后还是坚持完成了吗 还是完成 而且我就是因为我太想回到终点 所以我破了个人的跑步的速度 难怪有这件战跑 对不对 这不是战跑 但是我真的是去年的 因为这场赛事 因为太想回到终点 我太冷了 想赶快回去取暖 所以我就破了个人的记录 就跑最快的记录 所以你那个马拉松的记录是 就是有五个小时以前完成 对 因为通常都是五个小时以后 很强大 那Paris呢 其实刚刚如果大家有 就是有记得 我刚刚有说过就是 我会潜水跟会登山 可是其实我不会有 所以你边在潜水倒去登山 对对 这么难 但其实我不会游泳 然后其实我在一开始登山的时候 其实我也就是 脚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是 对那我觉得最近 我一个印象 比较深刻的经验是 我上个礼拜吧 我刚从雪山回来 是 他的标高是3886 是 对那去雪山 可能有些人他会遇到 差一点点而已 对他是第二高峰 目前是第二高 那我的状况跟米粒有点像 风雨交加 然后超冷 对体能体温 对然后我觉得 跟自己的一个坚持真的是 就每天一直在跟自己讲 没关系走 走走走 慢慢走就会到 然后真的就是到了 就是登顶那一刻 我们登山不会讲宫顶 会讲登顶 因为山是有山神的 是 那我们到了登顶那一刻 其实我真的很想哭 因为我没想到我自己人生可以 到这么高的地方 然后而且我是很平安的到 然后下来 而且在这么风雨交加的时候 所以听了大家三位讲的 你们那么多挑战的经验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给新人们很多的鼓励 因为如果进入到这边 真的是要不断的对自己喊话 对自己 为自己喊话 然后为自己坚持 帮自己设立旅程碑 那我知道整个 我觉得不管是 骑车奔山跑步 我觉得都会有自己心里面 最喜欢的一条路线 或者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 挑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学了很好的景点 我们来聊聊 大家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有没有什么 在你的运动过程当中 最好的私场景点 米莉 我呢 如果是跑步的话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河滨 因为我是住台北 那台北 大家如果从台北的市区 任何地方 你去到河滨公园 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没错 那河滨的话 我觉得因为它可以看风景 然后也可以看旁边的人 比跑步机好多了吧 因为我以前都是跑跑步机 但是我觉得跑步机 到后来我开始走出走出门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我开始会去这种 比较厉害的田径场去跑 但是其实跑久了 会觉得自己有点像 那个小老鼠 就一直在同一个圈圈 在那个滚轮里面跑 而且风景都不会改变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我就自己 跑到河滨去练习 然后去练习 就觉得整个就是身心疏怅 就不是只有跑步 就觉得心理上 也受到很多的席敌 所以米莉推荐的是 跑步真的密技 其实随手的 因为我们双北现在 其实河滨步道 都做得非常地不错 小丁呢 我的话其实我是蛮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一个重点 我要卡一下小丁的话 因为小丁你看 他就是讲话的时候 就是好 但是要骑起车来 很厉害 所以我们呢 我们是怎样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就比较野心一点 对 我总是用小丁这一点 因为一开始 他说我们看得出来 比较野性 野性 对野性 小丁 今天装出来的啦 今天是装出来 秘境是什么呢 秘境喔 其实小丁本身 我很喜欢爬山 就是我骑脚踏车 我都是往山路去走 对那我本身最喜欢的路线 就是五岭 对那 哇一下子都那么高 我很喜欢就是爬山 很喜欢就是去骑就是爬山路线 就是往山上跑嘛 那五岭为什么会让我很喜欢 原因是因为 其实它从西边也可以进去 东边也可以进去 它可以从西边从南头上 那东边也可以从花莲 都是不一样的那个 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那西边的话大概就是 从南头那边上去嘛 那就也有一般就是赛事 不论是从北边西边南边 都有不一样层次的感觉 对不对 风景也有不一样的层次 不一样的阅历 对那其实我会喜欢五岭的原因也是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单车界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大家在想 你有没有骑过车 你有没有骑过五岭啊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指标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挑战过指标 也会看到好的风景 对 那Paris呢 有没有什么最棒的风景 介绍给大家 我今天要介绍的 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是 大家去登山都会走百月 大家都知道百月吗 玉山雪山大家都听过 那我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台中 东市这个附近 有一个叫大雪山的地方 那它其实里面有两座山 一个是渊嘴 一个是烧来 其实这个山 其实大概是在2000多公尺吧 就是不会很高 也不会很难 那但是你会经历到一般的走路 一般的徒步 然后慢慢的攀升之鱼 你还会攀岩 还要拉绳子吹降 所以是综合格动计 对真的 然后每次我爬完 我个人每次我爬完 我全身的就是就是脚 小腿这边都会黑青 黑青 可是真的很好玩 值得挑战又有美丽的风景 对而且你到山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全部 就是你可以 因为它是尖的山 石头的 你可以爬在上面 然后展各种完美的知识 就是现在也是很 最近很流行的一个 所以挑战完自己 又可以有非常好的风景 然后又有完美的照片可以留下来 对 个人推荐 今天真的太精彩了 我们今天有三个女神 运动女神来到我们现场 我觉得时间真的不够 但是在假日的时候 从今夜Special 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些 比较轻松的内容 那各位今天从 她们三位女神的谈吐之中 就知道她们的坚毅 跟她们的目标性 还有她们的运动 带给她们人生的改变 好 那我们今天Special 今天碍于时间 我们就到了这里了 那我们请三个女神 跟我一起跟大家说声再见 在说再见之前 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点阅加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请三位女神 对着镜头跟大家打招呼 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今天Special 再见 Bye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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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